这个黄瓜呢,现在已经开始流瓜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黄瓜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开始进入到正式的一个采收期了 这个黄瓜想要产量钢一定是大水大肥 但是呢,这个大水大肥呢,它是有讲究的 不是说肥料越多也好 你看这个黄瓜,它这个瓜槽都非常好 密刺型的,并且呢,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发亮的 这就是很标准的一个瓜啊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,简易无土待陪基地,我是柴哥 这个黄瓜想要产量钢,大水大肥是少不了 但是呢,这个大肥呢,它不是说这个肥料用的多 而是说呢,我们浇水的品次,用水量要大 黄瓜是个弱根系,如果说肥料的弄度太高了 情况下很容易伤根,伤根以后呢,我们都知道 那基本上你这个黄瓜就包废了 所以说呢,我们这个时候一锡值呢 建议尽可能别超过2.5的一锡值 这样的一个肥料浓度,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现在在肥料灵状头 我现在是长寶寶瓅 那么轻的肥料灵状头 我就和一个肥料灵状头